这是人生第一次被驱逐出境 我们要回波兰 我已经没有回过四年 乌克兰还是继续站着 所以也没办法回去 进来乌克兰之后 保险就不会生效 觉得要娶乌克兰老婆 就是还是要勇敢一点 为什么这样做 他们去哪里 我们的东西放哪里 我好像只有一个男生 是因为乌克兰的男生 现在回来就要打冰子 那个晚上是 像是噩梦一般 现在我在古白的机场 我们要回波兰 我已经没有回过四年 一开始是因为 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不能飞两年 后来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在乌克兰还是继续站着 所以也没办法回去 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要去看父母 我的妹妹 保待我的老公 见我的家人 然后在一个小伙子 去看我的父母 这次行程总共要多少 多长时间 才可以回到家 从吉隆坡飞到 到独白我们花了六个小时 现在从独白我们飞 瓦尚也要花六个小时 但是中间是 从瓦尚我们要坐货车 要进去乌克兰大概要十八个小时 但是问题是那个货车 票超级难买 因为乌克兰的政府平常无 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货车票 就卖完了 现在如果你不认识人 你没办法买得到这个货车票 我的妹妹已经卖到了我的 跟她的 这独胸的票一直被取消 一直被取消 所以目前我们后天要飞到 晚上独胸还没有票 如果妹妹买不到这个票 我们就要直接去货车处理 她跟我们开多少钱 我们就要付多少钱 独胸你会进张 你没有票吗 没有票 我就走路 走路呢 走路从波兰走到乌克兰 加油 接下来你们看 我们怎么要进入乌克兰 到了波兰再跟你们聊 等一下见 现在明明是八月 糟了 我跟你们说 我现在已经在发抖 好 今天先回家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华沙的旧阶层 它是我们在前面发现了一个自拍神器 那个这样转转转 你就可以站在中间 不只可以拍照片 还可以拍老看的 可是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贵 你觉得要多少钱 妹妹说不要去那边很贵 我觉得至少要大概30块钱 30块 我猜对了 你送给GoPro的影片 对吗 只要电话 我看到那个影片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波兰的火车站 我们现在超车眼 因为我们本来的计划 你们可以看我们后面有这些汤 就是可以放你的东西 然后去这里走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11点 离开了我们的R&B 结果我们来这边 全部都是有别人的东西 现在才12点 然后我们的火车是几点 1点45块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放行李 我们就要等 而且最 最神奇的就是 别人放 他的东西很多天都没有拿 我们以为他是空的 我们就帮他付钱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亏了 快800块的银 为什么这样做 他们去哪里 而我们的东西放哪里 现在我在这边 妹妹的身体在这边 全部是 慢的 而且他们都不付钱 刚刚有一个 他们直接放东西没有付钱 还放这半个小孩说 哦这个是我们的 什么意思 你们有付钱什么意思 就是我回家了 回国了 就是这样子 经过了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上了这个火车 这边是华沙的火车站 我们现在要坐18个小时的火车 直接从华沙到基辅 祝我们一路顺利 我刚才那个行李啊什么都拿得很辛苦 因为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有六件行李 下次不要带那么多行李 对 刚刚他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喜利 他就被我们吓到 他们是不跟没有那么多位置 他就我们买了很多食物 你看 这边有面包 有油游客还有葡萄 祖雄的名字是外国人的名字 他们就一直帮他cancel票 然后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 他帮祖雄放 就直接给那个人看了 他付3000块代币 大概这样子 本来的票多少钱 本来一张 票1800块 所以这个算是便宜 他付了3000块 他们让祖雄算否则 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做 他们就帮别人的 后车票cancel cancel之后就可以踏上 所以祖雄的运气很好 我们有这样的妹妹 他可以帮我们当自己 现在我们来吃晚餐 谢谢 欧莲 谢谢 现在晚餐的时间到了 我给你们看 这是在乌克兰 串通的被子 我们在我们的 后车上可以买这个被子 这个跟茶15块 还比 坐太久了要伸展一下 现在要把这个放下来 我们开始要睡觉了 现在是晚上9点半 所以18个小时 还是可以睡觉 睡得不好 但是半夜12点 听说要过那个 乌克兰的边境 登波兰的边境 那个时候就要睡醒来 检查我们的那个 护照那些 那个时候就是紧张的时刻 因为不知道我一个外国人 会不会轻松的通过 你要跟他们说 在这个火车 只有你一个男生 对 我发现在这个火车 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生 是因为乌克兰的男生 现在回来就要搭饼子 所以很多男生就是 很少会从波兰路进乌克兰 对 所以我们的火车 全部都是牛身 紫胸好开心 好像是唯一一个 来乌克兰身手 因为都是美女 现在是波兰的时间多 火车已经停下来了 他们叫我们给他们 我们的护照 然后妹妹说 这边大概要等四个小时 现在就真的在 波兰跟乌克兰的这条边境上面 就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就刚好是边境这边 所以他们就要检查我们的护照 其实很多人 包括说我们同房间的那个 访客刚才有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问我怕不怕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要进来 乌克兰去承担这个风险 之前其实也问过所有的保险 其实我们进来乌克兰之后 保险就不会生效 如果我们在乌克兰真的有什么意外的话 保险是不赔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进来 其实主要就是 黑加纳进来乌克兰 因为他已经四年没有回家了 然后再加上呢 其实我觉得 要娶乌克兰老婆 就是还是要勇敢一点 跟他们来看一下 最近其实这一年多 现在说 每一边的新闻报道的角度 都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有一些就在 一直在报说 俄罗斯那边的死亡人数有多惨多惨 另外一边的新闻又在报说 乌克兰到底有多惨 所以我觉得 自己去亲眼看一下 见证一下 看看现实跟我们看的报导之间的 差距到底有多少 所以这次我也可以来真正的去见证一下 这个乌俄战争的现况如何 所以我们会全程记录下来 为大家分享这个第一线的消息 昨天晚上我们过波兰的边界 然后要过乌克兰的边界 结果他们拿了祖雄的资料 说他需要申请E-Visa 然后晚上两点 他们就叫我们下来火车 他们就不给我们进去乌克兰 我昨天那边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他们要放我们在另外一个 火车上回去波兰 而且他们不是送我们到瓦双 他送我们到一个不知道乡下的地方 现在他们说我们要转去波兰 瓦双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火车票 刚刚我们做的火车票也没有 他们还跟我们算很贵的价钱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们让我们下来 我们没有那个乌克兰的火车票的钱 还在这边叫我们付钱 反正我们也没办法 因为晚上两点 所以我们直接付了大概一百块美金 他们就让我们坐在这边 到这边 现在我们就要跟波兰人 他们可不可以立个买票给我们 不然我们没有票 不知道 如果他们还不给我们上这个火车 我就 fucking 傻眼 感觉怎么样 这是人生第一次被驱逐出境 可能是战争的时候去加上去的新的规则 没有查好 那这次最惨的 我觉得是加纳要陪我一起被驱逐 他其实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因为我的关系就是陪着我 就是过家门而不入 明明是可以回家的 事隔四年之后 但是现在看来还要再等多几 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 本来规划的两个礼拜要在基辅 然后要去立Viv 然后还要去加纳的家 现在就是要在波兰度过 我们要怎么样去规划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被回来 我们的时机会出不劳 我们买车票的过程其实也是比较困难 后来他们就直接把我的车票取消了 应该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的关系 所以火车票已经被取消过一次了 后来妹妹是直接跟卖票的人再重新谈 他们才用三倍的价格帮我买了火车票 OK那这个火车是从华沙到基辅 大概是八个小时 过程当中就是比较辛苦 因为我们就是要那个空间很小 我们要在卧铺上面睡很久的时间 那我们当时候已经走了八个小时 就从华沙一直到边境 大概走了八个小时 那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到了边境 然后从波兰出关是没有问题的 到要入境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们说是要签证的 那加纳就跟他说坚持不用 后来我们查询是说 要E-Visa 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现在对于所有要入境乌克兰的人来说 应该都是要签证的 而且我问他为什么在国外的文件都没有写需要E-Visa 他就跟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是写这个文章的人 他们的态度都非常不好 非常凶 因为加纳还有跟那个海关沟通了一下 还有讲说因为现在加纳怀孕了什么 不方便去做遣返什么 他就说要遣返的又是你又不是我 所以当下就被赶下火车了 然后加纳其实是可以入境的 但是他最后决定还是跟我一起被赶下火车 我们被赶下来的那时候应该是半夜两点左右 两个小时到凌晨四点多才有回程的车票的火车 那那个火车从关卡一直到他也没有直达花沙 而且他们还要骗我们的钱 乌克兰的边界跟波兰的边界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很短的距离 他就跟我说一个人要三千块代币 我就跟他说你有病吗 因为他看到他是外国人他就要骗他 但是我是当地人我知道价钱怎么弹 后来他们就跟我们说了一千 一个人一千两百块 我就很不爽 因为我觉得你们跟我们走 还要跟我们拿钱 骗我们的钱 然后他们也没有送我们到沃沙 他们送我们到一个波兰的城市 加纳的现况 当然那个晚上是 像是噩梦一般 一直在哭 一直在恐惧跟害怕 我跟祖雄说 你看到我一直在哭 你有什么感觉 我担心宝宝会有事情 所以我一直跟加纳说 不要哭不要哭 说至少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方法 然后加纳也打给他妈妈 妈妈也在哭 妈妈说觉得我们很可怜 妈妈也在哭 妹妹也在哭 妹妹也在哭 我们全家都很爱哭 因为妹妹是跟我们一起回去的 然后她跟我们坐在不同的车厢 我们被赶下火车的过程 妹妹是没有发现的 妹妹是早上睡醒 对 我们的心力都在妹妹那边 所以现在我们的心力 跟妹妹一起去乌克兰 只想完全没有衣服可以穿 对 所以我现在这套衣服 还是被赶下火车同一套 然后 但是加纳的妈妈在知道 第一手消息之后 就立刻说要买票过来 所以妈妈跟妹妹都在过来 划沙找我们的路上 我们的一切计划就变成 改在划沙度过 7月18日